就是国宝 领导看到我们直接就说 你们去那边领奖吧 不战自胜啊 每当身边的一些朋友 胖胖的 我就会请他们来推荐一些饭馆 然后一一的去尝试这些饭馆 最终呢我发现 其中一些人胖的挺直的 另外一些人完全是白胖嘛 那天啊 假期呢是头埋到我的胸口 哭着跟我说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拍着他的肩膀就鼓励他说 你一定要撑下去啊 难道你忘了一开始 我们俩一起许下的誓言吗 这可是三百多块钱一味的自助餐呢 再撑你要坚持下去 这说到吃饭啊 有一天呢 这小黑跟佳琪两个人去吃饭 这小黑啊对佳琪是真好啊 一会儿给佳琪加这个一盘鸡尾虾 一会儿又给他上了一盘 飞蟹 一会儿又上上一盘龙虾 一会儿呢又上上一盘海参 反正都是高档货啊 佳琪最终不好意思了 红着脸呢跟小黑说 哥啊咱都是东北的 咱就别闹了好吗 天啊自助餐你装啥肚子呀 吃不完罚款你踢我套啊 自助餐你就别装了哈 反正发现这火锅啊 自助餐这种玩意儿 真的跟朋友在一起 不能多吃 吃到最后往往就变成了 别给我加了不要了 这是你点的你吃 时间长了伤感情啊 有一次跟佳琪去吃自助餐 我们俩饿了三天 饿得眼睛发绿 到了餐厅 老板看见佳琪 猛吸一口烟 说 大姐们啊 这两百块钱 和一张优惠券 你给大哥个面子 你去对面那家吃吧 这新技能盖他还赚啊 其实真正说到新技能的 还是有一次 我跟佳琪吃火锅 佳琪半天都不来 我就把他照片拿出来 放在这个餐桌上 他的位置上面 点了三根烟 立在照片前 然后服务员来了之后呢 看了一眼没说话 过一会儿 服务员就从外面跑了进来 然后 然后假期进来就问 彩彩呀 服务员为什么看到我都跑了呢 我不知道啊 还有一次 加班加的比较晚嘛 同事们一起去吃烧烤啊 其中呢 小黑就提议说 这样吧 我们去吃这一家 这家这个驴蛋 特别好吃哈 结果二货小萌 直接就来了一句 驴蛋 驴不是哺乳动物吗 怎么会下蛋呢 怎么跟他解释 我也不知道 还有大家聚会嘛 围着一桌哈 然后怪叔叔就说 呃 大家端起酒杯 一起干掉 好 大家一听说 这个干掉哈 于是 就拿起杯子 猛的砸箱掉掉了 论一个好名字的重要性啊 那我说了很多哈 关于我们吃饭聚餐的囚事 这快过年了啊 朋友啊 同学啊 在一起聚会啊 难免少不了 那也就少不了 聚会的一些囚事了 今天球师播报 就一起来 扒一扒分享一下 这位叫做彩彩 听众大爱彩彩 每次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都特别的温暖 她说记得第一次 跟客户吃饭 我妈呢就叮嘱我说 切记不能伸长胳膊 加别的菜 更不能站起身去加菜 最好只吃自己面前的菜 这样子呢 是比较有素质 有礼貌 有修养的 好啦 那她呢 就按照妈妈的吩咐 就做了 她说 于是整个晚上 我就吃我面前的一道菜 结果大家都在那议论 哎 这人谁啊 跟没吃过肉似的 一盘肘子 全被她造了 不是 你一晚上一直吃肘子 你不腻啊 我是你隔壁老王说 我们公司啊 最胖的一个女人 一次聚餐 上的菜几乎都是肉了 她看了之后抱怨说 人家不能吃肉了 其实我知道啊 这女孩子往往 就是为了注意身材嘛 大家一起去餐的时候 都会很少吃肉 对吧 但是她说 我们老板明显 听了这句话之后 愣了一下 盯着她看 大概一分钟吧 然后感叹道 你不吃肉啊 果然虎毒不食子啊 老板太狠了 这位叫专属的朋友说 一次呢 我去河南除柴 在酒店同事哈 食人坐一桌 一个漂亮的服务员呢 就给我们介绍这道菜啊 这个是焦作特别有名的 铁棍山药 这个山药啊 男人吃了 女人受不了 女人吃了 吃王受不了 长在地里面 地都受不了 当时我们就神奇的眼神 就膜拜这盘菜哈 突然一个单身的 二货同事 看看自己的双手就说 那那我岂不是 明天早上得去医院 挂骨科啊 小丛说 同事聚餐 点了红烧鱼 一面呢已经吃完了 准备吃另一面 结果一男同事 叫这个妹子啊 把这个鱼翻一下 吃另外一面 然后说来咱翻个身 只见这妹子 特别害羞的就说 不要呐 我就喜欢这姿势 那有一次 我们一起吃饭嘛 看到了这个桌子上 这个黄瓜蘸酱 然后当时好像是 杨老大跟岳叔叔说 这个要站着吃 结果我在旁边走神了 我说啊 这顿饭要站着吃啊 不让你坐呀 紫薇说 表姐啊 参加这个婚宴 酒席上摆了四只螃蟹 我一口气就吃了三只 将最后一只呢 就让给表姐吃了 表姐说 还是你吃吧 我不忍心拆散它们 这四个有什么好拆散的 然后说到螃蟹啊 Better呢 说居里面宴请 什么菊 去举报你们 他说酒席呢 摆了三桌 领导一桌 职工两桌 领导桌上的大闸蟹呢 是野生的 个头小 职工桌上大闸蟹呢 是人工养殖的个头大 领导呢 就不知就理 特别生气啊 评论给我们是小的是吧 怎么安排的啊 为什么领导吃的蟹 比群众吃的蟹要小呢 结果办公室主任就出来 赶紧就解释说 他们那两桌 都是人养的 你们这桌 都不是人养的 会不会说话 屠夫说 我们过年啊 酒会上面 领导呢 是醉意微微 拿起酒杯 就说到了 这二十多岁的男人啊 就像啤酒 生活节奏快 三十多岁的男人 就像红酒 生活讲究品位 四十多岁的男人呢 像我 就像白酒 而且还是沉酿 一滴就能把你醉倒 这个时候 美女小王 又有点醉意 说了一句 让人浮想连篇的话说 你这岁数 能滴出一滴就不错了 内涵了哈 蓝色梦想呢 也是啊 他说这是真实的事 有次公司聚餐 男男女女 坐在一起吃饭喝酒 有一个女生 她不喝酒啊 就点了椰奶 结果一二 二逼同事 瞅着那女生 突然冒出一句 姐 你奶量不错啊 紫薇说 晚上的请领导吃饭 点的菜挺多的 大家都吃饱了 最后胜利碗米饭 就让一个新来的 小胖子吃 说你吃吃啊 别生饭啊 挺好的光盘行动 结果那小胖子 悠悠的来了一句 老板 那撑死算工伤吗 我是发现我朋友圈里啊 往往越胖的人 大家聚餐的时候 他吃的越少 好奇怪啊 有位朋友说 我酒量有限 所以见到饭局呢 就发怵 快下班的时候 领导就跟我说 哎呀 晚上有个饭局 跟我们一起去 我赶紧说 我老婆今天职业班 孩子自己在家 能不能换别人啊 这个时候领导 皱着眉头就说 上次你好像 也是这样的理由 结果他脱口而出 说 我这次我保证是真的 这饭局啊 难免呢 喝酒啊 这个喝酒啊 其实你以为 领导喜欢喝吗 也不一定啊 还有位朋友呢 说 公司老总请客吃饭 一大帮人啊 就轮流敬酒 打算把老板关醉呢 好了 我呢也想少喝点 但是真没兴趣 就对着桌子上的菜 进行扫荡 正当吃得嗨的时候 一个没夹住啊 一颗扁豆 就掉进了老总的酒杯里 当时同事看我的眼神啊 别提多尴尬了 想着你闯祸了啊 敢把菜倒到 这个老总的酒杯里 你以为这是高潮吗 不是 高潮是 结果老总居然给了我 一个意外的赞许的眼神 这算什么 因为老板不想喝了吗 对吧 玛丽又说 晚上公司聚餐啊 由于不胜酒力 一早便做好了应对职策 果不其然 聚餐没多久 旁边一位同事就递过来 一大杯白酒 跟我说 量小肥君子 是男人把这杯酒干了 我听后不紧不慢的 掏出一瓶农药 放在他面前说 无毒不丈夫 是男人把这瓶农药干了 这是心机能吗 小小老人说 我昨天啊 看到一个一年都没见的朋友 请我去喝酒 等菜上齐了 刚要开吃 朋友就说 来走一个 于是放下筷子 喝完一杯 说完呢 拿起筷子又准备吃菜 朋友又说 来再走一个 心想一年没见 再喝一个 又喝了一杯 还说两句 拿起筷子 朋友又说 等会儿再喝一杯 我就不淡定了 我的小豹脾气 放下筷子吼道 你几年没喝过酒了 你家酒不要钱 让我吃口菜能死 暮年的说 大三那年在上海实习 老板特别抠 到单位一个星期之后 正巧赶上一个项目 老板呢 说请大伙吃饭喝酒 没喝几杯 大伙全醉了 趴在桌上 仅剩我跟老板 双目对视 我觉得有些尴尬 突然我身边一同事 直接戳了出我的腰 轻声提醒我说 快醉吧 不然该你结账了 对 像有朋友就说 我跟朋友吃饭啊 除了我都喝醉了 就只有我买单 第二次我学聪明了啊 差不多就是时候 我也装醉 结果结果 这群贱货 居然掏我的钱包 你是长了一张 这个买单的脸吗 还有位朋友说 昨天晚上我宿舍一哥们喝大了啊 然后呢 在餐桌上 一边给自己倒酒 一边说 好了好了好了 精神分裂了 我觉得快过年了 朋友们还是听我一句劝吧 放下酒杯 走出酒局 读几本自己喜欢的书 白天呢 去阳光里走走 骑骑自行车 爬爬山 滑滑雪 天黑了 约几个朋友出来 喝喝茶 聊聊天 随便做些什么 一天下来呢 你就会发现 还是喝酒有意思啊 最好的向日葵 不仅要每天向着太阳 还要供人们喝瓜子呢 现在演员收听到的节目呢 是周二的球事播报 我是彩彩 每周二的时候呢 都跟大家相聚在这里 一起来扒一扒 一类好玩的球事 那如果你也有好玩的球事 要分享的话呢 可以关注到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在订阅号当中呢 搜索CAI CAIFM 或者直接搜中文汉字 才才才是采访的才 没有草字头那个才哈 搜到之后呢 好玩球事 直接发过来就好了 今天呢 我们说到了 大家一起吃饭聚餐的时候的球事啊 我觉得吃饭聚餐呢 除了糗事 还有一个尴尬的事就是 看到朋友都在玩手机 一言都不发 好像吃完饭就完成任务了 少了一些相聚时候的欢乐啊 还有一些调侃 我觉得现在这智能手机啊 就像小丁丁一样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玩 但是聚餐的时候 掏出来就太不礼貌了 是吧 那些聚餐只顾着低头玩手机的人 都是不懂得生活情趣的 而那些不把手机掏出来的人 是手机没电的 这位听友洗洗洗呢 说昨天晚上我们同学聚会啊 出去喝酒吃饭 最后主食呢 是点着这个饺子 聊天的时候呢 就开玩笑哈 A呢就对B说 哎话说不对啊 你得自罚一个 就是意思让他罚一杯酒 然后B说是是是 我自罚一个 然后忠目亏亏之下 就夹了个饺子 有位朋友说 昨天升职 三个随友呢 吵着让我请客 那就去呗 吃饭唱歌 一共呢花了两千多 今天早上醒了 老子升职以后 工资呢 每个月比以前多了两百 这一晚上我就白升职一年了 输业的业呢 说同学聚会啊 几个混得不错的同学呢 都开着豪车 穿着名牌 在酒桌上喝点酒之后 开始吹嘘 自己怎么牛怎么牛 有什么事全包了 可是结账的时候呢 他们就不说话了呀 低头找钱包的 或真或假 哎 我钱包呢 我记得我带了呀 呵呵 让他们装吧 这个时候我默默的转身 去了吧台结账 然后骑着我的大二八回家了 到家之后 哼 我拿出他们的钱包 你们别说 他们还真挺有钱的 我是夸你干的漂亮呢 还是干的漂亮呢 还是 真不该干呢 反正吃完饭啊 当时所有人都不说话的时候啊 就说明该结账了 在这个聚餐聚会上啊 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你会发现 这皎洁的男人啊 往往会变得侃侃而谈 会卖弄自己的才学和魅力 会把话题扯到得意成就上 会刻意的显露自己平时少见的好心肠 会不断的说一些自以为特别好笑的笑话 展示自己的幽默感 而那些有钱的男人走不同 他们一般默默不语 只是走的时候把账结了 一位朋友啊 说昨天晚上我们QQ群呢 发了一次聚餐的活动 活动规定啊 男生AA制女生免费 我一番观察之后发现 哎 这回参加聚会的女生挺多的哈 因为我一直是单身汉的哈 就报名了 因为在家里洗澡吹发型 一通忙活竟然迟到了 可是没想到我一来饭店之后啊 我全场欢呼啊 这些女生欢呼什么呢 欢呼说 终于有男生来了 结果发现一桌女生 就我一个男生 你这包下全场的节奏吧 还有朋友说一次呢 跟同事们吃饭 买单的时候 同事说 今天他请客 递给老板一张一百的 不一会儿老板拿这一百块钱 说这一百找不开 问谁有零钱 那我说我有 然后我从包里翻出了 十张十块钱 然后把那张一百装进了我的钱包 被自己的机智折服了 有没有 小贵子说 2014年最后一个晚上 跟朋友们吃火锅 吃到最后锅里水少了 于是喊服务员加水 服务员说等会儿 过一会儿呢 说服务员加水 服务员说等会儿 这个时候 结果一朋友直接喊了一声结账 服务员马上一溜 小跑的跑进来 结果朋友说 你先加水 等会儿我们再结账 服务员的表情啊 真是纠结啊 对的 对付这种 就是服务态度不好的 身材慢的 这种服务员就这么对付他 让他光顾着收钱 忙忙的说 刚才在餐厅吃饭哈 前面一个男子呢 喊到服务员买单 支付宝可以付款吗 说这个支付宝有谐音哈 所以呢 服务员呢 小跑就听错了嘛 听成吃不饱就别付款了 吃饱再付款吧 支付宝 吃不饱 洛毅说 今天呢 跟朋友一起吃饭 买单的时候呢 我看他掏钱 掏得很慢 就说要不我来掏吧 他说那怎么好意思 我说没事 于是我把手就伸进了 他的口袋 开开开着玩笑 说公司聚餐结束啊 经理呢 提议读一段照口令 不能一口气读完 的就结账 一向口吃的小陈呢 听了非常着急 立刻站起来说 不不行 我接吧 这经理听了以后 拍着小陈的肩膀 十分赞赏的说 小伙子不错 够大方 那账你去接吧 结账 结吧 结吧 原来还是可以 画等号了哈 小白说高下馆子吃饭 突然领导来了 然后吃完了 我跟领导抢着付钱 我跟领导退来退去 我 我居然把领导退地上 就够糗的啊 还有十多皮里苹果城 说跟朋友在饭店吃饭 吃饭之后谁都不想结账啊 之后就是 摇骰子 猜这个单双的方式决定 好了 这骰子呢 盖在桌子上 买定离手 我先来 然后我说 我买双你呢 然后朋友说 我买单 我说那你去吧 心机能盖的呀 我有特别的聚餐技巧 每当吃完要买单的时候 我就假装四处看风景 这六月奇迹啊 嫌他女朋友有点胖 让他女朋友减肥 结果他女朋友就说了啊 老公 我感觉我身体里面 住了四个人 减不掉 哎 他就疑惑了说 什么意思啊 哪四个人呢 然后他女朋友就说了 嗯 这四个人 他们是唐僧 孙悟空 猪八戒和沙和尚 每一天呢 唐僧都要说 我要吃素 猪八戒说 我要吃肉 孙悟空说 我要吃水果 沙僧说 师父 大师兄 二师兄说的都对啊 所以都要吃是吗 话说啊 这唐僧师徒 去西天取经 到了西天啊 观音呢 掐指一算 九九八十一难 还差一难 于是呢 叫师徒几个人商量一下 选择从前的一次劫难 再来一次 这师徒几个人商量一下啊 就说三打白骨精吧 观音呢 点点头 于是他们面前就出现了 三十六个白骨精 三打嘛 三打啤酒嘛 一打十二个 王英俊呢 说 有证明给自己取的 有多英俊 说我一哥们 他特抠门 电话问我 饿了吗 我说饿了 他说喜欢吃什么 我说啤酒鸭 他说那好啊 啤酒已经准备好了 你带这鸭过来就行了 毛利说我爸呢 有个专门气他的朋友 每个礼拜固定的 来家里坐坐 他说老张 你们单位年夜饭 多少钱一桌啊 一千五啊 哎呦 那还有啥可吃的呀 我们都四千五全海鲜 我爸面挂不住了 说哎呀 你们肯定是 全酒水都包了吧 结果这老哥们拍着膀子 跟我爸说 酒啊 都是自己带的 饭店有什么像样的酒啊 我突然发现 中老年男性间 竞争也很激烈的嘛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 你可以晚一下啊 你下次告诉爸爸 可以跟这个朋友就说 我们单位效仪是不好啊 哎 要不你借点钱给我吧 金歌刺你马说 这过年吃饭 第一感受就是 饭桌上平时搬砖的大叔 伯伯 个个突然化身为政治家 军事家 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 电影资深评论人 阿姨妈妈们化身为 娱乐圈资深评论家 高级营养学讲师 知音故事会撰稿人 民间离奇 疑问意识脱口秀主持人 那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就是跟他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如果边上做几个漂亮妹子 然后然后他就开始发作了 具体表现就是声调变高 声音就变大 手不阻导 唾沫思见 哎 这得了什么病啊 一次跟朋友吃饭啊 朋友呢 要了一个尖椒豆腐 服务员端上来 朋友吃了一口便叫 这个菜怎么有味呢 服务员闻了闻 有味 就道歉 过一会儿又上了一盘 朋友刚吃了说 你们这个菜过气的吧 怎么还是有味呢啊 服务员顿时蒙了 把厨师叫过来 厨师闻了闻眼大闷 刚准备把菜拿走 然后说 先生 请把鞋子穿上 还有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段子哈 就是一韩国朋友去吃吃料嘛 吃这个回转寿司 吃着吃着吧 回转台坏掉了 不转了 他说客人都傻眼了 最后所有客人拿起筷子 围着回转台转圈走着吃 走着吃 结实上说老板给打了五折 正好啊 边吃还能边锻炼身体呢 哎呦 我以前一直觉得 以为啊 这个旋转餐厅就得转着吃 或者就是 只要吃的这个桌上啊 这个盘能转 这个就是旋转餐厅 后来才知道自己有多out 还有朋友说 糗事 就是同学生日嘛 然后去吃饭 就把他灌醉了 走的时候 他手机响了 我接的 一听是个小女生啊 就聊我砍上了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 他说我是他妈 我都是觉得不会再爱了 这个叫本的朋友说 我师父呢是上海人 去西安玩 在回民街看到很多摊位 都写着聊杂烈 他就觉得 这是什么东西啊 应该很好吃吧 就去问老板 哎老板 这个聊杂烈怎么卖啊 老板当时实话了 聊杂烈就是 特别好吃的意思啊 特别好的意思 就是说 彩彩的节目 聊杂烈 在上一周五的段子 来了节目当中啊 跟大家讲了 这个年会的一些事 来看看大家留言啊 随风呢 说彩彩呀 我跟你说个 没天理的事 我认识的一朋友呢 是在腾讯工作的 他说有一次公司 发年终奖呢 彻底震惊了他 年终奖是什么呢 5555个Q币啊 不说了 我找他 把所有腾讯业务 开了一遍 有钱任性啊 哎对腾讯还真有钱啊 知道这个微信红包吧 好像从明天开始 可以抢了多少个亿来着啊 嘿嘿 别忘了 随于而然一个人说 年终奖 年终晚会 年终福利什么的 前提是得先办个年会啊 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年会 然后这位叫彩彩1024的朋友说 彩彩 年会是不是只有私契友 你是想说你是国企的是吗 国企也有团年会好吗 我记得是 去年 前年的时候 对 我们那个团年会哈 然后当时好像就是 查得紧嘛 然后单位领导就说 我们今年这个团年会 可能就不办了 但是但是大家 舞蹈什么都排练好了吗 说办就办 但是呢 不能再让上级查出来 我们这个奢侈浪费了 我们场地呢 也就不用包的那个场地了 就用我们自己的 那个宴会厅哈 会议厅 然后大家你们跳舞啊 也就不要再那个 租衣服了啊 后来你能想象 一帮姑娘们 穿着白衬衣 在那跳青花瓷的样子吗 村长方阳说 我们年会的时候 在酒店喝多了 老总在KTV 给我们男的艺人 叫了一个妹子陪我们喝啊 太开心了 这种事就不要说出来了哈 总说 是不是私企好一点 班努波他说 彩彩呀 年会的时候 我一同事 准备了一个手机数据线 问他干嘛 他说这几天彩票不中 股票跌停 没运怎么着也该用完了吧 今晚怎么着也能抽个充电宝吧 地灵多音说 彩彩呀 iPad刚出那年年会 我抽中了一等奖 一部拍的呀 我不喜欢玩游戏 就给了儿子 他玩的可厉害了 就近视了 我现在后悔死了 还说呢 就是那一期口误啊 我说了一个什么 iPhone的笔记本 就有朋友说海棠就说 iPhone的笔记本是MAC吗 还有朋友说 忘记过去说 彩彩你家iPhone笔记本 啥样的 就是发了也是 made in China吧 那一日口误啊 本来想说苹果的笔记本的 沐一时呢 苹彩彩 看别人都在晒年会和年终奖 而我在一个连年会和年终奖 都没有的公司 想着很心塞 等待苹彩彩 你那个发个惨 他发个催子 发个结儿的段子 用死传话来念 才好笑哈 当时就念过去了 发现这个细节 确实要好好处理一下哈 自己还需要多努力 赵彩说 我会告诉你们 我们河北办身份证 可以自拍 这么好 其实现在 我们上海地铁站 也有自拍 自拍证件照的呀 但是问题就是 再怎么自拍 我也照不好看呢 张泽鑫说 他在别人都是吃饭 睡觉 拉屎路上停 我还要加一个 洗尿布的时候停 不说了 祸又来了 你是好爹啊 表扬一下你 迷彩小吉普说 发现一件大事情 1024里面有个段子来了 是彩彩开的吗 是吗 我发誓 不是我啊 不过这件事 我看出来了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没脾气说 彩彩啊 我好后悔啊 听了这么久 才给你留言 手机输入法 都联想不到彩彩 所以呢 这次多打了几个 让他记住你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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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有心了哈 说到这个输入法 有次呢 给同事吧 我和领导说了吗 结果这联想 直接就发成了 我和领导睡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要出名了吗 坑爹的输入法哈 就是大家 就是在平时 输入法上面 有什么好玩的糗事 或者是口误上面 好玩的糗事 也可以发过来哈 就发到微信平台上就好了 这样便于我收藏 整理 谢谢啊 LGW说 猜猜50206 是你播了502067吗 不是了 是15年2月6号的节目哈 然后这位叫紫月的朋友 猜猜我注册了个新号 我要和子不渝搞机 拜托猜猜妹子 告诉子不渝 你来晚了 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还有个人 叫子不言 好 不管叫什么 昵称哈 在我这儿呢 还是尽量别叫英文昵称哈 不跟大家啰嗦了 今天九十播报周二呢 就到这里了 很多朋友说 这个九十播报 节目时间怎么短哈 试笔段子来了 要短一点 你去看看九十播报 其他节目这个时间啊 都是20分钟 我已经严重超时了 不要怪我哈 然后 下一期呢 是过年前的最后一期 再下一期 九十播报 有好玩的哈 我们到时候期待一下 别忘了加微信号哈 CICIFM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下一期再会了 拜拜 全世界最让我感动的三句话 我给你带好吃的 我请你吃好吃的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今天九十播报啊 除了节目当中呢 读到的这些九十的提供者呢 还是要感谢六月奇迹 堪而久 蒂夫小白 等风来 娃娃娃天 NA 提供段子和穷盛 谢谢大家